為什麼資料庫這個東西這麼重要 因為主要你一定要把資料存起來 所以會有insert into insert into就是關鍵 insert into的語法其實就是一個語法 其實就是跟資料庫溝通 你要講他聽得懂的語言 因為他這個東西不可能寫成中文的 一定是英文 因為這以後也不知道什麼可能改 以後中文的人口變更多的話 會不會以後乾脆就寫中文寫入 哪個資料庫寫入成空一個 那以後都用中文敘述 那不是很好嗎 可是希望有那麼一天 其實因為英文是目前主流 所以大家也覺得習慣 所以程式也是英文 然後sigle語法也是英文 那實際上這個就是溝通語言而已 那再來的話就是查詢 查詢的話就是select 把它查出來我們剛剛已經做好了 所以我把最後的結果demo 就是假設我查出來的結果 有沒有又多一個ddd 如果我要再寫入的話呢 就是再把它輸入一個111 enter 然後幾分呢 輸入完之後 因為這邊可能同學會說 老師怎麼沒有了 或者如果你貼心一點 你可以在這邊print一個 print就是什麼 比如說成績輸入成功之類的 不然的話感覺好像沒有互動性 我再輸入一次好了 比如說再一個 哪一個人呢 FFF 然後他的成績 好 輸入成功了 OK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如果要查 那就切到查詢 裡面的語法就是這幾行 特別注意啦 我是建議喔 這真的沒有幾行 所以建議以後 如果可以的話 把這兩個一定要熟練喔 其他的都可以從這兩個去延伸喔 把它查詢 查出來 你會發現 底下的話呢 就我們剛剛的東西 又多了兩個東西 又列出來了 OK 那裡面其實沒有多什麼東西啦 就是 查完之後呢 有沒有 把它丟給這個科蛇物件 所以科蛇物件呢 查出來之後呢 在它裡面喔 就會是這些東西 啊 我們透過什麼呢 透過一個回圈 把它裡面的所有東西 都把它讀出來 當然 它讀裡面一定沒有那個什麼 藍位名稱啦 所以這個藍位名稱 我們自己先寫 然後裡面的東西呢 就分別什麼 一個一個的 有沒有 一個一個的讀出來 應該看懂吧 肉鱗是指的是這個 這一欄 肉鱗是指的是這個 肉指的是裂喔 這一裂裡面 一定會有兩藍嘛 啊 第0藍 第1藍 它邊號從0 看得懂啦 OK 應該沒問題啦 這個一定要熟練喔 這以後盡量 可以的話 就是自己把它打熟了 對不對 最好的 最好的境界是 可以把它背起來 不過 也不用刻意去背啦 因為你打久了 多打幾次就熟了嘛 也用理解的 因為我腦袋裡面 為什麼可以記得 因為我的腦袋裡面 就是有這個畫面 有這個畫面呢 自然就可以把它整個形成 OK 那 因為 主要讀到Cursor這個物件 這個Cursor是一個 記憶體裡面的一個 物件變數 那你看不到 所以我們要把它抓到這邊秀喔 OK應該 最後把它Close 不過Close這一行不寫 那也沒關係 主要是斷掉它的那個連線 比較節省那個記憶體啦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把它搬移到哪裡 搬移到Jungle裡面了 所以呢 接下來要思考 第一個喔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邏輯喔 這個寫入 有沒有 所以呢 Input 我就不能怎麼樣 不能夠在這邊秀了 而是要怎麼樣 在那個表單上面秀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接下來喔 第一個呢 請你要怎麼樣 改成Jungle的版本 的步驟喔 當然第一個啦 我們如果說要把剛剛的 請輸入成績 然後呢 第一個是姓名 把姓名給它一個格子 成績給它一個格子 所以第一個我們會需要什麼 一個表單去接這個 輸入的什麼 那個輸入端的資料 讓它可以送出 送出之後的話 我就接到這兩個 然後把它insert into 到資料庫裡面去 OK 那所以第一步的話呢 我需要一個樣板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轉移囉 轉移到哪裡呢 轉移到那個 我們的Jungle裡面喔 OK 所以剛剛這兩個 都是在Python裡面喔 那我是建議啦 以後喔 我的習慣是 先在Python裡面run 成功了 那我在思考怎麼把它轉過去喔 那有哪些地方可能要注意的呢 第一個 我們先到我們的專案 因為我們專案好幾個 喔 我們上個禮拜是list的project 那我就在這裡面呢 先建一個什麼 先建一個版型 這個版型的話 template 按右鍵喔 new一個什麼呢 new一個我們的file 然後呢 檔案名稱的話呢 那叫什麼比較好呢 欸 我記得好像拿這個來改好了 scopephone copy一下 把它貼上 那名稱的話 我叫 scopephone底線再加個db好了 因為這個是 跟資料庫有關 就database縮寫 好 enter一下 打開它 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請輸入成績嘛 那這裡面的話呢 當然喔 欸 我只需要 本來是abc三個格子 不過現在我不需要c的 我只要兩個格子就好了 第一個格子呢 就是姓名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把a改成姓名好了 然後呢 b改成什麼 b改成成績 你就幫我輸入一個 姓名成績 然後呢 丟過來的話呢 他的名稱叫a 一個叫b 好了 剛好這個放a欄 這個放b欄 ok啦 因為之前本來我會 特別去改那個名稱 不過後來我發現 用模擬那個 ecell好像大家最容易 能夠理解 因為ecell 大家用起來好像比較順手 乾脆就用a 用b好了 你也可以改名稱 只要丟過來的名稱 所以以後他輸入的 姓名我就放在a 放在b 然後丟給誰呢 欸 action部分 本來是丟給scope 那我乾脆 scope底線db 所以等一下呢 要接的話 需要有個scopedb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就把 剛剛的 之前的scope form 改成scopedb 然後改 改這個 姓名 成績 第三個刪掉 然後這邊這個的話 就丟給什麼 scopedb 去接 所以scopedb接到之後 做什麼 就是寫入到資料庫 ok 我們就把它寫到那邊去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 第一個 template的建立了 或者你剛剛 你可以拿雲端上面這一段 我是已經把它 這一段也ok 只是說這一段 我把 大部分的東西又刪光光 你會發現又更精簡有沒有 因為我後來發現 真的我對於程式有時候會希望更精簡 就接p啊 像這個p有沒有 這個反斜線p 不是必要的 所以我習慣把它刪掉 對不對 像我時候真的會看到 程式只要太長 我就會習慣 把它盡量縮短一點點 所以這樣看起來會更精簡一點 有沒有 就是 姓名 它裡面就放個格子 將來寫入進去就是a b的話 這個寫入進去就是b 這邊一樣 這個input 這個input type 是submit 指的是按鈕 然後 這個也可以拿掉 這樣更精簡 其實都一樣喔 所以html有些地方可以把它精簡掉的 第一步 我的那個表單做好了 第二步的話 我要做什麼 第二步 我就是要需要思考什麼 我需要一個 什麼呢 這個東西去接嘛 所以接下來呢 要到view裡面 把這個view打開 再來的話呢 建一個什麼呢 建一個那個 diff 空一格 把那個score 這個把它加進來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一樣去把它 接到那個request 因為它丟過來的話 它會丟給我嘛 那我要怎麼樣呢 我要把它 接到東西 塞到資料庫裡面去 接到東西 塞到資料怎麼做 我想第一步 請各位先把表單先建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 放進去 又好 … 我先來